玩具TV第十四季第九集 今次要和大家介绍的 坊间比较少 或是难找到 Snowman加上Labuku 都炒得很疯狂 坦白说 是否你炒起 关我 是吗 我都要吃炒价 没办法 你充着两个大师 黄生云 龙家星 这些钱就要付 抽奖我又没有抽奖云 本事我又没有 很有趣 科幻界的致猛 和figure界的致丸 硬壮丸 很难去想到 Nabubu和SFVD 为何可以有疯狂 没想过 但一走出来 他没有疯狂 你一说出来的概念 再看到那张照片 第一次看到照片 你几何看到Q版的Snowman 你又死了 Kubrick好像出过 类似 如果你当Kubrick是Q版的话 Kubrick便会出过 但他的化学中 没有那么夸张 你一放Nabubu OK 完整件事 快点开给人看 对了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花神玩 本身也是 是观赏品 对了 即是你认识Toyce 即是你认识Toyce 是这样的 但如果纯粹认识Toyce 它的可换性又高一点 即是有些触摆 哇 涂装 是水洗的 哦 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就这样裹一件白色的东西出来 哇 很得了 这样欠不够钱的 或者也直接 close up Snowman 看回前面 因为其实这个叫做 是联城作品第二弹 之前我也介绍过 SAFS 而就着造型方面 最重要 它就多了鼻 而且始终如果纯粹说 SAFS Snowman的人气 确实是数一数二 因为本身它的造型 比一般的SAFS都可爱 而且它的Q版 就更加像一个屎塔 正确实 对了 如果想把它变成屎塔 我觉得应该将这个 拔起它 哇 太好 这些声音 我觉得真的挺好听 它真的有个开关 即是有个关节 是 本身这一款都用了 即是叫做旧化 或者是污漬化 有些叫做水洗的涂装 看下去的感觉都挺实在 有个截变色 很漂亮 有个上色 是 駕鞋仓又没有旧化 反而是跟足真实的情况 我这样说 还有屎塔盖 也有少少花纹 是 没错 駕鞋仓本身 不知道能否拍到 也能看到标板 挺漂亮的 还有 我也在想 这些件是否都是浪家玩具 是的 浪家玩具 它要做这个可以混合的开关关切 其实这个工序也有些东西 因为你的关节就不是浪的了 所以你整件事的尺寸是不能移动的 即是改定要完全配合 没错 那本身的标志 其实它和大的Snowman 都不会有太大出入 那些marking的字都很清晰 那当然了 你有得Snowman 一定要介绍Labubu 那本身和之前加星出的Labubu Mini Labubu Series其实都是一样高 不过今次在造型方面 亦都是重新去设计 因为上一次的Labubu 其实姿势都不同 那本身都是新倒帽的 拿着杯飲饮 本身是类似那些飞行衣 本身后面都有一些很漂亮的原因 顶帽也够漂亮 有阴影的看成的 是 也真的说 一些旧化和涂装都做足 好了 给观众看看 所以你无论是喜欢Labubu 或者喜欢SFBD 即是Markay都很高 没有那个质感做得很漂亮 对 你会看到有一些粒特纹 是做一些仿体的引压 所以不要看它这么大 它的手工是很高的 但它是否可以坐进去 这个就这样站在旁边 我看它拿着杯飞 应该放进去 先看看比例 不知道 最后一只不是可以放进去吗 不是Snowman 那只耳朵应该是顶着 不,我知道 掌握就掌握不下 但看它能否站进去 也可以 可以 但是耳朵也会困难 错了 开来看看 好,我就开来看看 开 可以放进去 可以放进去 正常的,你要困你钱 你肯定有些肩膜才可以安乐地 这些观赏品 或者摆钱 是很拿分的 是很漂亮的 那这种算不算可动呢 是可动的 你不要去举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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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MAX FACTORY出的1比16也是这样 对吧 它在这里叫向前移动的 没有,都是转的 恭喜 那和1比6差不多 你可以拍一套 对,那些动画 兼动画 如果真的喜欢这个Labu 或者喜欢这个Market 或者喜欢art toys 用你的方法入手 我们是不是要去贴明言的 你想要的 知道 不说了 下班 是这样吧 就能有没有 每个各个都带 有什么来选择 不安 一辈子 下班 更这орм法 ��对 我 温